科學生的第四季節 又問一問 陳雄博士 在整個世界有哪個地方看晚上的星是最美的? 這麼說 你真是去找一個光污染少的地方 這個很年大就看到 你去哪裏做天文觀測是最好的 我就會說 好像香港這地方是不好的 整天下雨 又周圍多光污染 一定是去一個相對的氣候比較少 萬里無雲這樣的地方 所以人家說 會不會去高原氣候的地方會好一些呢? 而且就是說 你要看不同部份的星 你也需要去到地球的不同部份 所以我會說 適合觀星的地方不止一個 如果你看回地球上面一些比較出名 做天文研究的大型望遠鏡 美國自己本身有 我自己記得我一個我自己真的去過的地方 那個叫做very large array 就在那個新墨西哥州那裏 那個地方沒有乾燥 那個天氣也很簡單的 都不下雨 沙漠荒漠氣候不多下雨 於是那天就沒有什麼暈染 那另外在夏威夷 那有座山就是起那個天文網已經起到 當地居民發肯爭了 已經 那又是一個觀測天文的好地方 那另外有一個地方就是 尤其是去到南半球 有一些星我們特別去到南半球才看到的話 那譬如去到智利這些國家 尤其是去到那些 它也都有些荒漠的氣候 還有因為它靠近安帝斯山脈 那它那個高原的氣候也都有在 也都會找到一些天氣很好的地方 來去做一些天文觀察 甚至宇宙物理觀察 但是我看後面那張照片 就是剛才你講起那個 智利那個沙漠 阿德卡 說我待會去查一下中文 很震撼的那張照片 這張照片一定是經過長期曝光才看到 這麼震撼的東西的 你不會說用眼睛看到這樣的東西的 那它將那個信號去長期曝光加強了 那就看到那個星 那個銀河 星雲 那就很漂亮的 看到這些東西就是 而且就是越漂亮的地方 我們就越捨得擺一些漂亮的儀器在那裡去做觀察 那就是阿德卡 馬這個這樣的 這個網遠鏡的組合呢 簡單的說就是 它上面 它那裡在那個荒漠地帶上 擺了很多隻鑊在那裡 幾十隻 說的是 將它擺成為一個 我們叫一個array 一個震裂的狀態 於是就是你將很多個觀測器 很多隻鑊放在一起 客觀的作用就是形成一個單一的 一隻眼 一隻看天的眼 那如果呢 台長你現在在找的就是那個artacama 你找到那個基地上面的那些照片呢 我就覺得非常壯觀的 我很記得自己那個 那個真的小學時代呢 當年行書局呢 你看台灣那個牛敦出版社出那堆這樣的科學書 天文宇宙書那些系列呢 出到大大本書 只會百科傳書一個系列 中間那些圖文並沒有用一些紙又漂亮 印得非常之漂亮的呢 我還記得 我買過其中一本 我已經沒錢買一 perquè把這姐婆 叫嚴詭嗎 買其中一本給我 以後有專門介紹就是 PAUL的阿特卡雅的這間 它的網遠鏡的機組很多 很壯觀的 原來一直都有為我們給了很多新的發言 而這次的新發言 我覺得很精彩的一個位置就是說 它真的幫我們看到一個在我們太陽系以外的其他太陽系 我們知道 現在我們近代這10年8年 在旁邊的太陽系找到上面的行星 我們已經很興奮了 而且還要找到一些可能會適合人類居住的 我們更興奮 於是在早那10年的時間 基本上我們有這些新發現移居行星的 我們就基本上在那些天文學期刊 或者在自然期刊的雜誌 就會發表他們的結果 到現在為止 我們在我們的銀河以內 發現了很多其他的太陽系 而這個太陽系 我們已經確認了幾千粒的行星在上面了 當中有一些有機會是和地球的氣候差不多的 完全完全一樣的沒有 但是起碼氣溫會差不多 我們找到一些 但是 雖然我們有這麼多的發現 但是我們從來沒試過找到一個 剛剛在生形成的系統 我們很想看回我們自己的太陽系的歷史 如果我們看到旁邊有個太陽系 在上面真的那些東西怎麼形成 我們未必看到一個新地球怎麼形成 但是我們如果看到一個新的木星 新的土星怎麼形成 都夠精彩了 那麼現在呢 似乎就是經過這個 這個Atacama 這個望遠鏡機組 我們似乎是找到一個很年輕的行星正在形成當中 就在我們一個 遠離我們大約是400光年左右的一個太陽系 其實是很接近的 除了我們自己的太陽之外 最接近我們的另外一個太陽就是四光年左右 但是如果說在1000光年以內 其實都算是很接近我們 這個說的是一個400光年距離的那個太陽系上 我們找到上面有一個行星似乎形成當中 所以就是一個挺值得留意的精彩發現 那是不是講到現在 即使宇宙經歷了這麼多長時間 還有新的行星在形成的? 其實我會說每天都有 差在你找不找到的 基本上就是每一個銀行 它一定有新的星在形成 也都有星去使用 有星爆了 爆完之後 它重新一些物質走脈後 它又形成了一個新的星 甚至乎我們自己的太陽系都是由上一代的超新星 爆發的星層去生出來的 即是我們現在組成的物質是 原本就是上一代超新星爆發出來的星層 即是我就會這樣說 所以就經常發生的 但是說就經常發生的 有些很遠 我們看不到 有些純粹我們夠近 我們知道 但是知道我們看不看得清楚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這次這個在這麼近 只是400光年這麼近 看到不是新的行星 是新的行星 即是不只是說中間發光的那顆星怎麼形成 這些我們都看到很多 但是在它們這些已經是生成了太陽的周圍 它自己圍繞著它那些planet 那些行星怎麼形成呢 相對我們看到的資料比較少 這樣要看得清楚更加難 因為起碼要夠近 所以這次這個400光年都看到 我就會這樣說 很有潛珍在上面看到很精彩的發現 尤其是就是說 就這樣說阿特卡拉沒什麼意思的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這一季的科學新資 都花了好幾個節數去講最新的那個 James Webb 天文望遠鏡 現在就真的在說 就是說 這個阿特卡拉 這樣的望遠鏡 這個新發現 將會馬上去和這個James Webb 合作 等它再拍一次 然後再看看那裡 是不是真的有一顆行星 一顆planet 已經生了出來 就是這樣 如果你在這個地球已經可以看到這麼精彩的 如果你用到這個James Webb 就更加細緻了 現在很多東西我們都知道了 是的 其實這個就是那個寶貴的價值所在 現在似乎就是一個行星怎麼生成的過程呢 我們可以有機會很清楚的看到一次 所以很期待 就是先講明線 很期待James Webb去做個follow up 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因為現在阿特卡拉這個望遠鏡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那些星際氣體這樣怎樣分佈 如果你看到那個新聞 它就給了一個圖 上面就一塊雲這樣的東西 我們大約知道那些雲裡面有一堆比較是溫度偏高 還有那個物質的那個密度偏高的一個位置 那麼 那個位置是密度高一點 具體會不會直接有一顆東西在那裡生出來呢 這個就要留給James Webb去看了 現在我們就起碼已經確認了有個初步證據 確認了一個有價值去觀測的一個目標物 所以我自己都要講明線就很期待 接下來就有些東西去看到 是啊 那這個我們要到那個影像出來 我們才可以再講 因為現在只是猜的 但是另外一個我們就比較肯定一些 就是這個龍宮 後面那裡我看到了 就是日文而已 那這個龍宮其實是一個小行星來的 是啊 那為什麼又要挑選 就是跳去第二樣講這個龍宮呢?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以前也講過 我們又想做一些討論 這個又要講一點點吧 什麼是龍宮小行星? 這顆東西很有趣的 它是和我們地球一起圍繞著太陽圈的一顆小行星 而這顆小行星它不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間的小行星大 而是它是和我們地球差不多在軌道上面圍繞著太陽圈 地球的軌道就比較接近圓形 就以一年為一個週期去圍繞著太陽圈 而這個龍宮是這樣那個樓的然後它用1.3年圈圈維繞著太陽圈 所以它跟地的軌道很接近 它有時候很接近太陽 僵上去比地球更架接近太陽 但是它因為那個軌道是橢圓形關係 它有時候更多的時候是比地球更加遠離太陽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會不會都要擔心 會不會這顆東西我們會撞上去 就是它那顆東西會撞上去地球 那顆東西本身是不大的 但是話就說不大 撞上去地球都是毀滅的 都是死的了 我們都是 可能第一個憂慮就是它們會不會撞下來 但是因為軌道上我們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大家就監測著它 而在去年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直在之前《科學新知》的節目有報導過 例例是日本 它就派人造衛星和火箭 派了探測船上去上面去看它 嘗試登錄它 這個很有趣 就是日本在這個天文學的探索裡面 去找到它自己一個很獨特的突破方向 就是嘗試登錄這個小限星 就去龍宮那裡看 而且順便拿到相片回來 我們上一集以前就講到 拿了相片回來 我們看看未來分析有什麼結果 現在就有了 所以我們就追回這宗登錄龍宮的新聞來講 有什麼新發現 他發現挺有趣的 我設給台長你那個就是刊登在自然天文那部份 Nature Astronomy 那個期刊的一個報導 他就說分析一下這個龍宮小限星上面那個樣本 然後我們去怎樣了解龍宮這顆東西是怎樣去看的 現在的發覺很有趣的 他就說原來龍宮這顆小的東西 就不是跟我們的地球啊 火星啊在同一個位置上面形成的 就是我們知道地球形成就是在這個地球軌道附近 原本有一堆物質聚集了形成地球 接著月亮怎麼形成呢 現在我們就相信有東西撞了去原子地球 就要扯走一些東西出來 接著那堆東西就圍繞著地球村 然後在火星怎麼形成呢 又有一堆物質就在現在火星軌道附近形成 原來現在龍宮這裡就不是這樣的 原來龍宮是外來物來的 而且相信就是有幾外來呢 就純粹是原本它應該是處身在太陽 是比較外圍邊緣的地方 那這件事情我們怎樣下結論呢 就是完完全全由它的成分去分析出來 就是其實這樣的 如果地球它作為一個成功形成的行星 為什麼在地球軌道附近 那麼近的會有另外一顆東西 而地球自己一晚有引力 在開始形成的時候 就不能夠將它吸起來呢? 因為其中行星要形成的時候 它有一個動作 它會將自己同一個軌道上面的物質 去掃清光的 去吸清光它的 那麼龍宮跟地球的軌道這麼近 但是為什麼形成的時候 它們沒有辦法吸起來呢? 那麼原來現在似乎是 如果這樣估計的話 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 龍宮這件事情是後來加入的 它是後來加入被太陽的引力俘虜了的 那麼它前身是什麼呢?就不知道 它原先在哪裡?我們也不知道 那麼有人就甚至乎會說過 當年它毀滅恐龍撞下來地球 那顆隕石其實都是一顆小行星仔來的 而那顆小行星仔往往很可能 就是從木星和火星之間的軌道那裡掉了出來的 它可能是受到 尤其是木星的引力去影響 將它扯離開的軌道 於是乎就向太陽那邊掉了下來 那怎知道中間撞在地球上 那會不會現在龍宮都是原先的那個前世 就是那個新世都是這樣的呢? 那似乎會是 會不會是更加遠的下來呢? 那都會是的 但是主要我們分析就是什麼呢? 透過去分析這個日本哈耶布什拉 它這個太空船 在龍宮上面採集回來的樣本 那裡做個分析 法國呢跟我們這個 無論是地球、月亮、火星上面那種的成分 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應該它原本就屬於一些比較外來的東西 上面那種物質的那個名字就很有趣 它就主要就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有機物的 它用了一個字眼就叫做Aletic Ridge 這個我自己中文都不太知道怎麼翻譯 是一些其實很龐大很複雜的碳結構來的 這些這樣的有機物來的 另外就是一些叫做Felosilicate 一些都是會是 一些跟Silicon這些元素 甚至乎跟一些養分子、水分子結合出來的一些結果 我們就會認為這些東西應該照計是比較像一些太陽系外 那裡帶下來的物質這樣 由這個其實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說 現在似乎由龍宮帶下來的樣本那裡分析 似乎龍宮就不是跟我們同時出生的 似乎就是它是外來客來的 就是這樣了 好了 我們今天四節之後還有這個科學回憶錄 大家記得回來看第五節